你又欺骗了中国人 你也是台湾台湾人 你押就是不爱国 你就是传说中的绿配 因为台湾很好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说他的好的一个地方 在台湾被人骂是小粉红 然后在微博上的小粉红 一直在攻击我 说我是什么台独绿蛙什么的 给我三身城管 我能说服台湾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堂堂正正做事 堂堂正正做人 我也承认我有一定的小粉红的记忆 中国这个法治 其实它是人质 跟法治没啥关系 我现在所有的台湾里 就是感觉我很粉红 而且就是对于陆配的恶意特别大 我其实这个时候 我应该先给你道个歉 因为就是我把你取消关注了 其实我为什么 我看到很多陆配的视频 能把我这个小粉红的这个基因能激活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 来自上海 因为爱情嫁来台湾 因为家庭和孩子 选择留在台北生活 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 现在是两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 之前我在国内的网上 有看到过一句话 它的大致意思是说 原本在国内很看不惯一些不公的行为 比较反贼的人 到了国外之后 反而变成了小粉红 我一开始很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后来 作为一个曾经也很看不惯一些不公的制度的人 真的好像渐渐的思想上会发生一些转变 前几天呢 有一位观众 他留言跟我说 他想反串一下小粉红 跟我吐槽一下他所看不惯的一些比较夸大的影片的内容 而这些影片呢集中在跟我身份一样的一些陆客身上 所以他说他可以来跟我做一次电话的连线 这样一次通话呢 我们事先并没有详细的沟通过 纯粹是拿起电话 拨通了号码就进行了谈话 真的是说到哪里算哪里 不过呢通过呢通过对话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开头所说的那句话 也就是身在国内是一个反贼 到了国外反而变成了一个小粉红的原因 大家可以听一听这样是否合理 喂 喂 哈喽哈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点点兄弟 你还是90后对吗 因为你的谈吐让我觉得其实你是有一定阅历 但是没想到你是比我小蛮多的 我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先给你道个歉 因为就是我把你取消关注了 但是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原因 好好好 就是我关注了你以后 油管上会给我推荐非常非常多的陆配 哦了解嗯对对对所以说呢那个我就把你取消关注应该很长一段时间了 啊完全没关系 我现在基本上看到陆飞的视频我基本上就会会把它屏蔽掉 是是是是是 但是呢本身呢我不是因为和你的意见不符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关注 没有其实你大部分的观点我其实还是蛮同意的 嗯嗯嗯嗯嗯嗯嗯你也可以吐槽不同意的地方 哈哈哈因为你之前跟我说你要反串一下小粉红然后来做一些吐槽对吗 对对对这个是好好 其实怎么来说呢就是说其实我为什么我看了很多陆配的视频能把我这个小粉红的这个基因能激活呢 嗯嗯就是我发现很多陆配呢就是当然这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 我也不是说所有的陆配都是这样就是他们会拿一些事情就是没有尝试的事情 去跟别人去推荐某些事情嗯嗯嗯对他们就说不是说我跟你提供一个情细价值嗯我觉得这个倒无所谓 就是你跨台湾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提供你这样一个情绪价值 对我来说无所谓 但是就是你不能基于一个非正常的一个事实去跟别人去推荐 有一个陆佩他是这样说的 他在视频最开头的时候他说 我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儿童失踪排行榜 然后他就把这个一个数据然后贴在他视频最开始的一个位置 然后但是呢我就说这个排行榜可能我感觉有点问题 然后我就查了各大的一个数据 发现这个数据来自于很多都是个人号 就是非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 所以说呢对我对这个数据就比较存疑 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就如果这个数据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 当然很多人也会对说中国官方的数据 他就说你这个肯定就是假的数据 但是如果说这个数据来自于个人的情况下 那个人他有什么办法以及能力来证明他这个数据的一个真实性 然后呢他就用这个数据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说中国的儿童实动力比较高 怎么都怎么样 我觉得感觉你得出来这个 就是在你的论据都不是正确的情况下 然后你得出来的结果不正确 我觉得你得出来这个结论应该也不太对 对你说了两点就是官方给出的可能不真实 但是个人根本无所取道去取得这个数据 所以他给出这个数据无非是想引导一些什么事情 还有很多路配就是他反逻辑 就是让我感觉很匪夷所思 我最开始的时候反感路配是因为我认识一个东北的路配 你看我现在所有的谈话里就是感觉我很粉红 而且就是对于路配的恶意特别大 其实完全就是取决于这些人给我的一些反规特别不好 是我能明白 我能理解 台湾的留言不是有这种共享单车吗 对对 然后我有一次的话他就这个路配就说 我在教我的小孩去骑这种脚踏车 然后我在学习这个东西 我就给这个路配留言 我说我说这个共享的脚踏车吧 他并不适合所有的年龄 都去骑学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 但是的话就是你的身高啊等等这些东西 并不适合这个东西 对 我就给他一个大质疑 这样一个建议 然后这个路配给我反馈 他说 嗯 你知道这个资金车是哪生产的吗 就是台湾的这个企业 这个吉安特生产 他质疑我的脸说 我在质疑台湾的这个共享单车不好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孩子并不适合骑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是哪产的没啥关系 对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大陆出现过这样的事故 就是好像12岁还是十几岁的小孩 骑这个共享单车 然后造成交通事故受伤还是什么 然后后来好像 我记得好像有规定说 多少岁以下就不不许骑这个共享单车 但是没有很明确的就是立法这样子 其实中国的这个法律怎么是来说呢 它是呃 咱说一句不太 嗯 比较反动的话 就是中国这个法治 其实它是人 是是是 是是是 一切全看法官 我我之前有在网上看过一句话 就是有一些人他在国内的时候很反动很反贼 然后到了国外看到一些铺天盖地的甚至很夸张的攻击中国的新闻 反而他就变成某种程度上的小粉红 就是有一些人真的太夸张了说的 诗实的描述 让我觉得就是会想要取得一个平衡 跟他们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对对对 是的 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会看一些 其实也不是陆沛啊 有很多海外的一些中国人 发表的一些人会让我感觉我的小粉红的这个基因被激活了 对 我也承认我有一定的小粉红的基因 我看一些这个比如说杨五毛的视频 他们夸中国怎么怎么想 其实我也是蛮高兴的 其实你感觉挺开心的 其实我对于这种想看这种视频的人 我心情也是蛮理解的 是是是是是 怎么说呢 也是长久以来的原因 可能中国一直在国际上的地位不算很高 甚至比较低的地位 那有一些在国际上好的名声 理所当然 他的人民也会高兴 哪怕这些好的名声可能跟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多少会有一些感情存在 对不对 我觉得内心底色还是感觉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没办法 对对对对 因为生长的 是是是是是 生活环境啊 你的这个教育理念造成你这样一个 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就是不理智的这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粉红基因激活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完全就是没错 就是身为中国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什么不好 或者说就是只是身为中国人 就是身为中国人而已 这是一个事实 然后呢 身为中国人并不一定跟他 我这样说会不会对你造成麻烦 就是并不一定 并不一定会跟他所处在的国家的那些政权 政党有什么联系 就是说一句话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堂堂正正做事 堂堂正正做人 并不一定就代表你 你你要扣上你什么帽子 哪怕你说你被激活了小粉红的基因 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所谓的跟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小粉红是一样的 就是是一种出于本能就是爱护自己国家 觉得自己国家有好的地方去认同他 就跟小粉红那样子无理取闹 或者说完全失去事实依据的这些观点是不同的 就不能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小粉红 就是很多台湾的朋友 他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于中共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反馈 我们对于中共的评价怎么说呢 五十五十吧 对对对对我跟你一样的观点 对对我们不会说就说对于中共这样的人 就是特别支持他 但是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偏远地区他是比较贫困的 中国对来他有一些扶持政策 他会有一些感恩的心在里面 但是你可能越是生活在一个相对起来的 比如说他的物质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 甚至一些比如说他的这个 比如说咱们生活在这个三线四线等一些城市 他的基础建设比较晚的情况 他可能对于这种政治需求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话 他要解决的是什么 是最基础的一个温饱问题 对所以说你的 见识也好学历也好 当你越豹富的时候 你的政治需求才会越来越多 比如像我们这种三四线城市 我们这个城市在做一些修路的这种改造 就是大规模的在修路 这之内外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就是有一种就是可能 台湾会经常说这种强拆 修路就要强拆你的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大部分的人会觉得修路是比较好的 因为很多是断头路 你这么有修通 大家都比较支持 但是那些被拆的这些人 他就觉得我多少年的家被拆了 是对真的真的要分两方面说的 真的就确实有一部分人得利 有一部分人就可能利益受到一定损害 其实我们当地大部分的人 还是相对比较赞同修路 但是我也非常理解那些 其实我可能有时候就举的这些例子 不能概括为全部 我只能说我们当地的一些例子来 就是说政府对这几年的拆迁政策 补偿政策少了很多 我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统兵打过零工 就是帮助一些 就是我们当地有拆迁的企业 去帮人家去做测绘 那个时候的赔偿比例就相对起来很高 那时候将近1比2.5的赔偿比例 但是现在的话 基本上就赔到了1比1.3 这样一个比例 这样很少很少 所以说就是这些被拆迁的人 他就是内心很不爽的一个原因 赔偿的比较爽 是是是 我真的是觉得很多人 很多台湾人或者是外国人 对于中共的评价就是一票否决 就觉得他是万恶的 他没有任何好的地方 但是我们出来的人 也不说出来的人吧 有些甚至活在他统治下的人 就像你这样的 就是真的是以客观的眼光来看 真的是五十五十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 就是很多人会说 会觉得我们个人没有反馈的指导 其实我本身我是 我们自己人说的 我们要去政府去闹事 这个事 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次 我买了一个房子 就因为这个房子 支持的不交工 就是我们少过中国很多次 然后就是来上几十个人 然后直接就把政府给堵了 你有反馈结果吗 有 但是有时候他支扣性特别慢 他也不是说就是中国人 根本就不会反反 或者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我们可能 对于一个三线城市或四线城市 我们可能不可能说 我们直接迅速到北京 我们好像说的比较严肃一点 比较敏感 因为我突然还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有说 中国西藏还是哪里 有很多地方没有通公路 然后造一条公路 当时会死去多少多少人 我觉得这是政府一个蛮了不起的地方 对不对 就是让那些很贫困 很落后的地方 很孤立的地方 跟交通联系起来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台湾观众 给我留言就说 政府去开路不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就本来就应该去开通这些路 但是我就觉得他很难想象 在那些高海拔地区 去开通这样一条道路 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有多大 在台湾如果去开通这样一条路 死掉很多人的话 肯定会被骂的 然后他就在那边说 中国开通这样一条路 不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就是真的有时候会觉得 你说的那么轻松 其实中国政府也是有在干实事的 没办法 两方面的这个人 他都有不同的冠冕 我只是想通过您也好 或者您这个频道也好 就是大家能相互的去了解一个事情 其实说一句玩笑话 就是两岸之间的一个差距 就是会有一个语言上的差距 通过一个事 特别能反复出来 中国人说了一句话 他说给我三千城管 我能收复台湾 是 对听过 对于台湾的朋友理解来说 你们三千城管 就把我们台湾收复了 其实大陆人很知道这个东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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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很对 城管他是一个很暴力 很不讲道理的一个 在中国人眼中是很可恶的一个身份 对 并不是说他武力之多高 只是他很不讲道理 我们收复台湾 其实是骂的是城管 真的是没有在当地生活 可能就会有有这样的偏差理解 很多台湾人没有在那边生活过 那我作为一个在那边生活过 然后又在这边现在正在生活的人 就觉得有一些观点 其实并不是原先认知里的那样 所以我要就尽尽尽我所能吧 但是还是很难 像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谈话 我如果后期剪出来之后 上架之后 我可能会掉很多订阅数 很多台湾人会觉得说的那么粉红 甚至我甚至有时候真的很无奈摇头 就是在台湾被人骂是小粉红 然后在微博上有一个知名的小粉红 一直在攻击我 说我是什么台独绿蛙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陆沛这个身份很尴尬 其实对于你们这种处境其实我很理解 因为你说台湾独立了没有 你说中共它收回了也没收回 就是把你们卡在中间了 其实明明台湾很好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说它的好的一个地方 有人会觉得粉红心出来就说 你压就是不爱国 你就是传说中的绿配 我觉得这说你有点太过分 其实很多人我反对 无意的去说一些比较耸动的话语 引起关注度 YouTube上还有一个 他说你看这群台湾人 其实孩子放下去 这群人非常有素质的人在去排队 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看体现了台湾的高素质 最后发现那段视频是在上海拍摄 他本身是个中国人 但是我发现就是 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特别不好 就是什么样 就是你又欺骗了中国人 你也去排在台湾人 是 我现在发那个抖音 有时候会发一些抖音 然后我也观察到 两件事情蛮有意思的 我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我有一次拍了台北这边 排队上捷运的事情 然后有一个人 有个大陆的他留言说演的 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他是 他应该是嘲讽的意思吧 他说这些乖乖排队的人是演的 然后也有一些台湾人就留言回 他说对我们请了很多群众演员 来做出很有秩序的样子 就很搞笑 这个反馈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拍了我们北投这边的一段街景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条叫青江路的 他其实蛮破旧的 我实话实说是蛮破旧的 就是有些人口中就会说 比大陆的三四线城市还不如 确实是蛮破旧 但是生活气息蛮浓的蛮有烟火气的 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发出去之后 就有一个台湾的人看到 他说这不是台北 我说为什么要说不是台北 台北就是也有这样的一面 但并不能展现他完全就是台北的一面 他是我生活附近的一条街 他就觉得我好像在给台北进行抹黑 但这确确实实就是台北的一个比较 赤容比较破旧的地方 但并不能代表他这里的居民怎么样 并不能代表这里的经济怎么样 对不对 他就是有一些敏感 然后我觉得这两个观察点也是蛮有意思的 一个就是说台北的捷运是在演出来的 一个就是说我拍比较破旧的地方 是在给台北抹黑的这样的感觉 其实很多现在网友有一些比较理智的网友 我感觉这件事情是完全来自于这个 不能说你责任有点大 就是完全来自于这个频道主的这个观念的引导 嗯 因为我们完全能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频道主 他的引导方向是完全不错 举一个不太好的例子 嗯 比如说像中天和三立 嗯 他们就在引导两批不同的观众在进行探讨 比如像今天的谈话也一样 我本来是就是说我想问问你会在今天聊什么话题 或者是呃我想有一个预先的准备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就是说没有什么问题你就问 我就本周我最内心真正的 可能不太正确 但是也代表了我当下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想法 是是是是是是 我本来也想你一个问题搞或者演讲稿之类的 但是后来想想呃就说到哪是哪吧 很感谢你很感谢你跟你这样畅所欲言 我想这个呃最后一个声明的话 我想也希望你剪进去 也就是说嗯我所说的话嗯 不代表你的观点跟你本身无关嗯嗯 都跟你无关就是我本身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嗯 然后我针对的也是个别的路配 不针对于所有的路配环境 嗯嗯嗯嗯嗯明白明白明白 然后没有就是说虽然话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的恶意 但是可能这些恶意是针对于某些人的 不是针对于广大一个群体的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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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点点随时联系 嗯嗯拜拜 以上呢就是这次对话的大致内容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呃心里会有什么想法 有任何想法或者觉得说的不太对的地方 都可以给我留言 但是请温和一点不要太过激烈好不好 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我的频道下面可以畅所欲言 那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呃两岸之间同为中国人的一个对话 那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在会